从我个人的理解来说 高智效这三个字 可能每个字它都有很深刻的这种内涵 其中这个智呢 我想它应该是一种本体本质 以及评价事物的优劣程度的这种感觉 效呢 其实它包括两个方面 一个是效率和效果 它的内涵还是非常丰富的 其中这个效率拆开来讲 它是单位时间内的一个数量 然后这个效果呢 指的是一个成果 用高这一个字去统筹质和量 这两方面就说明质也要更高 效也要更高 所以高它的意思就是超过一般的含义 超过平均的水平 所以这就对我们检察官办案 提出了一个更高的要求 质量更好 效率更高 然后效果更强 它其实是一种更加公平 更加安全 更可持续发展的这样的一个理念的这种营养 而高智效它办案的反面 我觉得就是这个我们一定要注意 就是习近平总助记所提出来的 100-1等于0的这么一个理念 我理解这里边的1呢 就指的是冤假错案 也就是说一个冤假错案 它所带来的那种负面的司法营养 它其实是完全可以抵消 甚至更过于99个公正司法案件 所积累出来的个案的公平正义 这种效率 所以说我们在日常办案中 首先要防止的是冤假错案 首先要守住这种法律的正义 和实质的这种底线 在这个基础上 我们再去追求更高的效率 和更好的效果 用这种司法公正 去引导社会的公平正义 请不吝点赞 订阅